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Matt 今天是最後一堂 現在是最後一堂 大家很累 剛剛有人從那個 那個workshop過來的嗎? 那個應該很硬吧 很多大 big words 很多架構的東西要理解 好 那我們開始 我們今天這一堂 放輕鬆的聽 那 只要你的思路有跟著我進行 絕對大家都可以聽得懂 帶一點東西回去 首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任職在松林科技 那我是松林科技的架構師 我在研發團隊 那過去幾年 我也都有在Java Conference 做講者 那個連結可能不太清楚 右邊這個QR Code 如果有興趣可以掃一下 這邊會連到我的GitHub 那上面有我過去的一些演講的一些連結 或是我的一些聯絡資訊 我的email 我的社群 如果有任何想要討論的會後 都十分歡迎 剛剛已經先問了 我們這一堂 這一節 短短的45分鐘 不會再講任何的架構 我們不是在講架構這件事情 雖然我們的主題跟架構這兩個字 好像有點關係 這張圖呢 也都不要去理它 好像很複雜 好像很難懂 都不用理它 我們今天講的不是在架構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今天在講什麼 我們先假設一個前提 在你平常在開發的這些應用程式 你在維運的系統 第一個前提是它已經有一個架構在那邊了 我們不管那個架構 我們不去討論那個架構 適不適合 或是說那個架構好不好 或是在現在這些新的技術出來的時候 架構應不應該調整 那都不是我們的重點 重點就是它已經有一個規定 不一定是規定 或是一些不成文的大家習慣 的方式在開發 或是在維運一套系統 已經有在那邊了 這是我們第一個設定的前提 第二個 我們要確保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在這個持續在開發 持續在維運的過程中 你的應用程式 你的系統 你的程式碼 還會仍然遵循著原本的規範 原本那個架構種 我們在做後面這件事情 OK 那這邊有一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這邊就是我有畫一個底線 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持續這兩件事情 這邊有做主管嗎 都沒有 看起來都沒有 就是要跟你們做官講 要持續在進行的專案 我們才需要做接下來我們做的事情 如果你的專案 你的系統是那種用幾個月 用個半年就要下線 不會有人改的 就不用這麼麻煩了 也不用去考慮什麼東西了 把它做出來 能夠服務 你的 能夠問你的 你的 你的客戶解決他要的痛點 這才是最重要的 重點在持續的進行中 如果你的系統要做幾年 它要持續服務個一兩年 甚至更久三五年 甚至更久十年 那在這個過程中 資深或是有經驗的人會離開 有新的人會進來 人是會異動的 OK 那你怎麼確保新的人進來的時候 他不會隨便亂打動 這是我們要考慮的地方 在這個長時間的過程中 專案或是你的需求 你的範圍是會變大的 我們不預設它是變大還是變小 它是會變化的 也不預設它是變難還是變簡單 但是在我的經驗裡面 從來沒有變簡單的 你的範圍 你的需求只會越來越複雜 它一定會變化 在你原本設計的規劃下 你要應付這些新的需求進來的時候 這些複雜的變化進來的時候 那你可以確保你的整個系統架構 仍然還是這些我們預期它要長的樣子 OK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分享的 給大家帶回去的 在我開始前 我有跟剛好認識幾個朋友聊過天 有一些人來這邊是公司贊助 或是公司派你過來的 有沒有人是這樣子過來的 看到好多個 那這些舉手的這些人 有沒有人要聽完以後要回去分享的 我剛剛問了好幾個都有 就是這堂課 這些東西很簡單 我的source code 等一下會demo一些source code 都會放到網路上公開 那帶回去很有效果 十分適合向你的老闆報告 好 那我們就進入主題 我們去盡量介紹的是這套 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大概是2017年 2017大概年四五月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大概四五月的時候發佈第一版 好 那到現在 剛好四天前 它正式release1.1.0 那當然前面它也都release很多版 它都是零點多零點多 大概四天前release1.0 所以它算是一個 我可以說它算是一個 已經成熟了 穩定的一個套件 如果你有參與一些滴滴滴的會議 其他的會議 他們也有在 我聽到也有在推這個套件 那我們公司也有用這個套件 來幫助我們了解我們的系統 現在架構有沒有發生了什麼問題 好 所以我們有一些心得 所以今天的 跟帶給大家的這個模式 我會用講一個概念 然後實際上demo一段小程式 讓大家體驗一下 大概用這種方式進行 OK 好 如果你想了解的話 它的網址在下面 或是你去Google打這個 這個名字 Arch Unit 你就可以查到它 它的官方網站 或是它的GitHub 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範例 官方網站也有非常多的說明 都很值得去看 好 那簡單講一下它是什麼東西 它是一個測試套件 所以基本上它不會破壞你的原本的Source Code 的結構 它是寫在測試的那個Package裡面的 好 那它基本上它整了很多常用的這些測試的 這些工具 包含這些J Unit 4 或5 今天用到的Source Code都會是5的 J Unit 5的 好 那如果你今天你們的專案還在用4 或是用其他的套件的話 當然自己做一個轉換 好 那我用到現在 好 我的想 我自己的感想 它的API真的設計的還蠻好 蠻好懂的 它是一個德國 我印象中是德國主要開發團隊在德國 但是它的英文卻還蠻好的 它的API的命名 它的API interface的設計 其實真的都很好懂 好 所以它有非常Friend的API的設計 你在看它的API就好像在看Document一樣了 你可以用拆的大概就拆個七八成對了 好 所以它非常好懂 它也很好擴充 然後它的license是887的 所以如果887 2.0了 所以如果你的東西是要賣錢的 那也可以很放心的放進去 不會有什麼授權的問題 好 簡單介紹一下這個ARC Unit 它的運作過程是這樣子的 你的 首先 我們先看 從左邊到右邊 我們看左下角 左下跟左上 其實順序沒有差 你要先準備好這兩個東西 你的左下角你要定義好 你到底要檢查什麼東西 OK 這些它稱為弱 規則 那這些規則 簡單一點可能三五條 多一點像我們有一些專案 幾十條 甚至幾百條 這都是我們自己定出來的 符合你要檢查 回到剛剛呼應前面 架構已經在那邊了 一定有一些規則存在 所以你要去把這些規則梳理出來 想辦法把它定義出來 所以左下角那是第一步 然後接下來你要定義你 到底這一批規則 你要檢查的範圍在哪裡 好 那就是把這些 它是Low Java 的Bycode進來 它幫你 全部丟到ARC Unit 它幫你做檢查 然後產出結果 由於它是一個測試套件 所以它的結果就只有兩種 綠燈紅燈 如果你有寫測試的話 你應該就會看到 這就是看紅綠燈 OK 這是它整個運作原理 那講一下它的起手式 你要完成一個Rule的定義 大概就是寫這些東西就好了 第一個 上面已經告訴你 剛剛提到了 你要從哪邊開始賄賂 所有的Bycode 從哪個Package開始 那我等一下準備的Demo程式 是一個Spring的 剛好我剛剛在外面看了一下 就是那個Framework 現在最多人用還是Spring 那你用Spring的話 用Spring Boot 那你用Spring Boot 就是有個特色 你就會有一個Main 會有進入點 你從它官網下載以後 它就產生在那邊給你了 一般來講 我們的專案 都是放那個Class 應該不會有人的程式 會放在那個Main之外的吧 應該不會有人做這件事吧 所以假設你 你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就是找到你的那個MainClass 把它放進去 就放這個位置 它會從這個位置 開始往下 所有的Package 裡面的Java的Bycode 都會錄 然後開始做 所有的規則的檢查 第二步 定義規則 它的規則 Entry Point 就是這一個Class 不是就是 你可能百分之八十 你可以從這個Class開始 所以把這個稍微記一下 它叫Arc Rule Definition 就是它的Rule的定義 從這邊開始點 然後接下來 開始去定義你的規則 這就是定義 你要怎麼被檢查 剛剛匯錄的那些Bycode 第三個 如果你問我 我Demo是用 JUnit 5 所以你就加上 一個AtArc Test 接著它就會自己去檢查了 它就開始執行 所以起手勢就是這三個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的Demo範例 OK 這個是我準備的一個Spring的Demo Project 那在裡面呢 這個Point打開 我剛剛是前幾天抓的 現在是2.7.4 其實用最新的 我一個套件都沒放 所以你去它網站下載 一個套件都沒放 它只會放這個東西 它的Starter而已 那這個不是必須的 只是因為我在Demo 我準備的過程中 我想要展示一個 一個class在這個裡面而已 所以我先放 這不是必須的 這個也是Spring 就會自動帶給你的 重點是放這個Dependency 就好了 這個就是Arc ArcUnit 它們出的 然後呢 我今天放的是JUnit 的這個套件 這個版本 然後我們用的是1.0.0半 剛好是4年前出的 10月5號 這邊下面已經 產生給你了 10月5號出的 好 這樣子你就完成了 基本的設定 你就可以開始跑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man裡面 我拉大一點 好 基本上這個就是Spring 券給我的 這個entry point 我叫myapplication 好 那什麼都沒寫 好 那在這邊我 隨便寫了幾個class 好 那這些我們等一下 過程總會陸續用到 好 所以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測試 好 測試這邊呢 我放了六個 這些我們等一下就一個一個 會講到 第一個 Get Started 好 這邊大概就是剛剛提到的 那些所有的 好 你要注意的 好 剛剛提到 我的entry point 叫myapplication 好 所以我這邊放 你的entry point 那個class name 它就會從這個package 開始low 好 那這個地方我特別放了兩個 import的option 一般來講 你不一定會用到 但是我講到這兩個用在哪裡 如果你需要你就放 好 大部分情況下 我們的test下 test下 跟source code的package會一樣 好 那你載入了以後 它可以不要 針對測試的class不要去檢查 好 如果你也不想檢查你的測試的class 你也可以放 第二個 如果你今天jar檔 你的這個package在jar檔 你也可以不要檢查 什麼時候會用到 如果你的公司 或是你用到的套件 是你們自己開發的 那剛好package一樣的時候 有可能會載到 那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排除掉 好 我們先預期那個jar檔的負責人 自己會去檢查 我們針對我們的source code就好了 所以一般我們自己 我們使用上 我們都會排除這兩個 好 這個就是一個 剛剛提到的 一個棋手師 所以定義這個ark 所以我們從這個地方開始 它的definition 我們直接理解 我們都不去理解 我們都還沒看過它的API document 但是我們從它的API的文字上 我們就可以去理解 我的這個rules 要做什麼檢查 他說我們所有的class 都應該resite in a package 應該存在某一個package下 OK 那我這邊放了一個package 是我故意的啦 就是我這一個 就是我上面這一段package 應該比較清楚我的話數在哪裡 這邊的package 就是我故意放的package 因為我demo的程式 都在這個package下 所以這個rules 基本上我就故意讓它一定要過的 因為我所有載進來的程式 本來就在這個package下 那我們可以跑看看 OK 就綠燈了 那我們繼續往下 等一下都會開始展示一些 會故意弄錯一些rules 我們來觀察一下它的錯誤訊息 所以我統整一下 我們剛剛看到的一個demo 它大概就是三個東西 第一個還是一樣 從rruledefinition開始 第一個是我們的目標物件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classes 這就是其中一種 它還有其他種 我們等一下會慢慢看到 接下來我們定義that 我們剛剛沒有看到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是可有可無的 optional的 如果你針對你的目標物件 你有沒有什麼要排除的 那你就可以放在that 舉例 比如說 你賄賂了以後 什麼package以外的 你才 你要排除掉 某些package的 那你可以在that 這邊去描述它 或是 你只檢查某個package的 或是你只檢查 怎樣的class的 基本上就是 你賄賂的所有java bytecode裡面 你想要做一些過濾 所以你會有一個predicate 它的命名就是java那個predicate 放在stream裡面的filter的predicate 命名一樣 就是對你的class做一些過濾 所以這個是optional的 一定要的是這個should 接下來開始定義你的condition 你到底要檢查什麼東西 所以它整個API的patent 就是這三個步驟 我們來看一下幾個範例 第一個 在我們的專案裡面 我們自己公司開發的專案裡面 我們有的時候也會去檢查 這個工程師的class 是不是有如我預期的命名 我們一樣 我們不考慮這個命名合不合理 假設它就是一個規定 我們怎麼來檢查 我希望我所有的controller 都要用controller這幾個字結尾 假設這就是我們的規定怎麼辦 第一件事情 回到剛剛的起手師 我load的這些target object 就是說theclass 那我要去找出that 我要有一個過濾的條件 所以要怎麼過濾呢 我是用sprint舉例 所以寫sprint的話 你要宣告一個controller 如果剛剛上一堂也有看這個寶哥介紹 你應該看到一些什麼rest controller 所以從annotation 你可以來做這個目標的過濾 所以我們過濾出所有有宣告at controller這個annotation theclass 就是我們要檢查的目標 你就必須要用controller這幾個字結尾 這就是我們的rule 所以翻譯出來 大概會像下面這樣子 這個classes that are annotated with controller 你就必須要have simple name ending with controller 這個就是它的API的整個寫法 所以你從下面這個API 它的API設計其實真的很好懂 我到底想檢查什麼東西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這個也是我隨便挑的一個例子 假設我們一個db的程序 那它用到的是sprint data 所以你的db程序用到sprint data 你應該會去挑一個sprint data的interface去基層 你可能是jpa jpa repository 你是其他的radis 什麼crud repository都可以 那我的範例 假設你用到了你的class 你的type 不一定是class 你的type 只要extend 只要去實作了 implement這個interface repartery這個interface 我們就認定它要用dao這三個字結尾 好 一樣 首先第一步 我們要挑到 怎麼過濾我的檢查目標 這很明確了嘛 就是要去實作那個interface嘛 好 所以 我們就要 我的標的是這個interface 然後我要去檢查它的simple name 跟剛剛其實蠻像的 寫出來的程式 這個rule 就會像下面這樣子 OK 好 就一樣針對classes that implement 這一個repartery theclass should 後面就是一些我們的規則 我們來看一下讓它實際上跑起來會怎樣 OK 好 所以這兩個就是我剛剛 就是投影片截圖的 這兩個規則 我們先來跑一下 這兩個目前是過的 因為我現在這邊有一個control了 我們故意改個名字 AAA 這樣應該就不會過了 我們再跑一次 我們看到 既然有一個XX的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訊息 他說 我現在有一個rule 任何的classes 去annotated with這個controller 就應該要用這個結果 這個結尾 但是有一個item違反了 什麼item 他就說 他把 他找到違反的這支程式都列出來了 因為他沒有用這一個controller 這幾個字結尾 OK 他就已經發現了 所以你的測試 如果你的公司的CICD 過程中 有一個關卡叫做 你們應該不會每次 Maven在package 在build的時候 都skip test吧 我們絕對也沒有 正常情況下 這時候就會被擋住 你的CICD就會紅燈 你就可以去看 它就是一個檢查的關卡 讓你可以發現說 現在這個 現在有人違規了 你的命名違規了 我們把它檢查出來 我們把它改回來 我們再跑一次 OK 我們就過了 這個東西是可以組合的 我們程式大概是這樣子 有剛剛提到 Repository Controller Service 這個Service 剛好是 我在那邊打 忘了還原了 假設有這個Service 我們現在沒有Service 我們來寫一個Service 所以 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大小應該可以 所以我要針對Service去做檢查 那 剛剛有提到 這些東西是可以組合 也可以訂多的 什麼意思 我任何的 class 跟剛剛一樣 我只要 放這個Service 這個Spring的Service 我有放這個 notation 除了檢查 這個 simple name以外 Service 以外 我還要讓它放在Service 這個package下 假設我們就是 還有一個 一個規範 是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繼續 往後end 你可以接第二個 你要檢查的規則 所以你應該 我們就用這個 剛剛看到的 應該要resight 在這個package下 那它的package 這是他們自己擴充的 一個語法 它支援點點 這兩個東西 很像那個end path 的感覺 點點Service 就是你的package 這個 名字裡面 一定要出現Service 這幾個字 OK 假設這就是我們要檢查的 那我們就跑一下 它過了 有一天我就把它翻過來 再跑一次 它就包掉了 因為它說 它並沒有在我規定的package下 所以 這是我們學到的第二個能力 它的規則不是只能一條 包含那個that 它也是可以 你在挑選你的標的的時候 你也可以下多個條件的 我們先還原一下 OK 好 我們看下一個 更多時候 除了剛剛那邊針對 名字啊 針對 Dinecast 很多時候我們也會針對 這個 這個 層級 這個java的 這個layer 去檢查 什麼意思 我這邊舉個例子 這個不是說大家一定都要這樣 這是一般常見的 3 tier 就是你會有展現 presentation層 你的business層 跟你的資料庫存取層 一般來講 第一個就是放control了 然後常見的business 裡面放的就是你的service 你的repastery 就是放的就是你的repastery 看你怎麼命名它而已 那就是去repastery 就是去對 對 對資料庫的存取 所以它中間的呼叫關係 就是像這張圖 從上面往下抠 如果我就是把這個東西 定成是我們的架構了 那我要怎麼檢查這個關係 首先 紅色的要被檢查出來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寫 repastery會去用到service 但是有人真的寫了怎麼辦 我要檢查出來 第二個 這邊就有兩條路了 依照剛剛講的 因為我都要定一條路 這邊就是兩條了 service的 如果有人service 看到別人的control的input 這個我好像我們過去真的 曾經有工程師這樣做 看到那control input好像可以用 就把那control的autowise進來 我就直接用了 就是打了一個洞 平常 沒人去注意 沒有人去review 可能就會默默的就出現在那裡 所以呢 這邊就兩條路了 還有什麼東西要檢查 這樣子 可能要被檢查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這樣子 那還有呢 這個 可能就會有人用了 難多一點 假設 這個我們就 我們 這個 一般的新增修改三處好了 沒有特殊邏輯 我就 直接拿個repository 就過去了 當然 你的架構也許允許這樣 我是假設我們架構不允許 可能還有更多 現在我現在隨便列 至少要寫四個raw OK 那我們有沒有其他好一點的方式 可以來做這個layer跟layer依賴的檢查 OK 所以這個時候他們有一個就是ARC ARC unit 他們有另外一個棋手師 針對layer來檢查 你用layer architecture 你可以定義你的layer 像我們現在有三種layer 所以我們會有presentation business 跟data assets 然後 我們去描述這三層中間的關係 實際上的程式碼大概是這樣子 放大一點 首先 在這個layer的地方 我們定義說我們有一個叫做presentation layer 然後呢 它的package 我怎麼去找到它 我有business layer package在這裡 data assets layer package在這裡 然後下面這是描述它的關係 如果照剛剛的紅色來看 照這樣來看 controller應該是不能有人用到它 所以presentation層 不可以被任何的上面定義的這些其他layer所assess到 business呢 只能被presentation層assess到 data assets只能被businessassess到 ok 就是 把這一層關係 我們就不用這樣分散的去寫這麼多個rule 好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案例 這個也是一樣 剛剛從頭影片貼出來的 我們就 加快一點速度 我們就不講了 就不再說一次了 直接跑 目前是綠燈的 那我們來做一個錯誤的範例 有人在這個 買controller去autowire了myservice myservice去autowire了mydlo 而且他又放了一個controller 那我們再跑一次 他就檢查到紅燈了 好 今天 今天 這個service 去用到了這個controller 這個controller 是不合法的 好 這樣就可以被檢查出來 ok 好 把這個刪掉 好 綠燈 好 繼續往下 下一個 他們 ARC 他們自己有出了這 六個 general的coding rule 如果你覺得你適用 你就可以用 那一般來講 其中幾個 我們是都有用啦 那其中幾個 你不一定會需要 我大概講一下 比如說像第一個 如果有人在你的程式裡面寫sysout syserror 那這種時候我們希望不要出現嗎 如果有一些login framework 比如說sl4j log4j log4j 這種 你應該先去用它 不要自己去 自己去放下那個sysout 這就很好用 第二個 你應該要丟 可以描述你的例外的eception 而不應該去用general的 general就是eception 這個class 或是run time eception 這個class 因為你丟了一個run time session 基本上catch的人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只知道壞掉了 那他也沒辦法加以處理 那你丟跟沒丟的意義在哪裡 你要去想這個意義 而不是就把它丟出去 那所以在我們的 在我們的情境我們也有放這個raw 就是我們希望大家 可以針對你發生錯誤的時候去思考一下 我應該用哪一個比較明確的class 去代表這一個例外 用這個class把它丟出去 那第三個就是你不要用這個 這個java的 你要用一些後面這些套件 然後不要用揪大探 因為現在java 8開始 應該是8吧 java 8開始 它就是收進去了 內建了 然後最後一個這個是 希望你不要用fill injection 應該用constructor injection 這個什麼意思 就是你在inject你的物件的時候 不要在fill上寫at auto-wire 因為spring有兩種inject的方式 你在fill上寫at auto-wire 或是你開constructor 這個是他建議你 他希望你用constructor 一樣不討論好壞 如果你也有符合這個規範 你就用 我們公司是都有用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那些都是constructor的injection 因為我的範例寫record record 早上應該聽到很多record了 你放在record那個括號裡面 就會有它的constructor出現 所以它就是用constructor在做injection 好 所以接下來再講 當這個很好用 但是如果你用在救系統 會發生什麼事 我們一開始在導入的時候也發生過 哇塞 放進去 就是如果你早上有聽那個 接口那位 講到說 怎麼辦 rd那邊發現超多要改 pn又說你改這幹嘛 改不完啊 怎麼辦 它有一個折衷的方式 當出現這麼多違規 改不動 或是要花太多成本去改的時候 可不可以暫時不要 好像眼睛遮住 不要看到它 那我們就從現在開始在改嘛 OK 這很棒 那怎麼做到這一點 在arc unit 它有一個東西叫freeze 它很像設定baseline一樣 如果我現在freeze了 那從現在就是baseline 以前的就不管了 以前違規就不管了 它就當作沒看到 但是從現在開始 所任何變動的程式 不一定是新增 如果你的改變 剛好去改到舊的 那你就要把它改成符合的 從現在開始變動的程式 我們就 才是我們的檢查標的 那怎麼做到這一點 它有一個 你原本的rule不變 你上面用這個freezing arc rule 用它的freeze這個method 把它包起來 這一個rule 它就會在違規的檔下 幫你做一個baseline OK 那我們來 再看一個 它的原理大概是這樣子 跟剛剛一樣 你的bycode跟你的rule都丟進來 它跑完 跑出這個結果 然後呢 我們這個結果一定有紅燈跟綠燈 紅燈 我們就把它freeze 它就把它產出一個叫做 違反的這個很像db一樣的 它是檔案型的 違規的都把它記錄下來 下一次呢 在跑的時候 除了這兩個丟進來以外 它還會從這個地方再丟進來 然後它會去把過去 我說要freeze的都排除 所以接下來 你就會看到綠燈 它不是真的都綠燈 是因為它排除掉了 我們設定 我們先不去管的那些rule 那些違規的程式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範例 55分 OK 好 好 那我們加快一點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freeze 好 我這邊故意設計了一個 絕對會違規的 好 因為 我說我的所有class 都要outside 在這個package下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 我今天的所有範例都在這個package下 那怎麼做 我先跑一次 它馬上就整個都紅燈了 所以照剛剛講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freeze起來 欸 欸 叫什麼 freezing ok freeze起來 ok 好 那你把它這樣freeze起來呢 你的 測試情境下 你要find一個arc unit 的property 重點是你要給它說 你要放在freeze起來的那些 檔案型的這些檔案 要放在哪個目錄下 好 大概這幾個property 而且你要 allowcreation 預設是不可以隨便讓人家freeze 把這個開成true 它就可以freeze了 好 來跑一次 好 它就綠燈了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跳出一個檔案 好 所以你可以點進去 它這邊有一個store 它違反了剛剛我們這一個規定 好 它的key在這邊 所以在這個key裡面 它會記錄所有違反的class 好 那我們這時候可以再跑一次 從這一次開始 這個rule就一直都通過了 好 因為它每次都會再來讀這個檔案 好 雖然剛剛看到的這一些 好 這些程式嘛 都還沒有通過剛剛我們定義那個 絕對會錯的 絕對會失敗的rule 但是因為它在這個freeze 被排除的清單內 所以它不會顯示它真正錯給你 就是它不會讓這個test fail掉 好 這就是freeze的功能 好 適用於 一般我們是適用於舊的 舊的系統 好 下一個 接下來 它除了這些東西以外 它還可以做到一些更多的東西 好 就是cosmales 好 這些畫味道 好 什麼是畫味道 就是 大概是網路上 其實你搜尋一下這個keyword 有很多文章 好 就是它有幾個特徵 好 那你符合了這些特徵 就大概不一定是你程式現在就有問題 你可能接下來 時間久了以後會發生了一些問題 好 就是這味道慢慢跑出來 好 那你不去管 好 它就會腐爛掉 好 OK 好 所以就是一些味道存在 那我們 我們也是可以用 這一個工具 去找到這些味道 好 那當然這些東西呢 在它原本的API裡面沒有 所以你必須要 你要去 你要去做到這一點 好 那你要去克制一些它的這些rule 好 等一下會介紹個三個畫味道 怎麼去找到它 好 那順便 就是利用這個demo 順便告訴大家 怎麼去克制自己的rule OK 第一個 我這邊是隨便挑的 挑常見的 那當然你不一定要照這個方式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找你的味道 第一個 就是你的參數過多 你的method的參數過多 如果 這張圖其實是從這邊來的 基本上我們可以點一下 在這個地方這邊 我沒有網路 好沒關係 那我們就不點了 好 沒關係 那你們這個投影片 好 沒關係 那如果投影片 事後也會share給大家 有興趣的就點進去看一下 基本上它的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method的參數 超過三個或四個以後 就代表這method可能有點問題了 這麼多人要進去一個房間 你未來怎麼控制它 它一定會失控 所以當你發現超過三個 或超過四個的時候 應該就要開始 注意 是不是要refactor這個method了 這就是其中一個壞味道 怎麼做這一點 我們寫在這裡 好 好 所以 第一個 一樣 宣告一個test 然後 我們這個叫做 long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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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st 這是其中一個壞味道 我們的method參數超過三個 我們用三個好了 假設我就是定三個 那 所以首先 一樣 arc 這個definition 這個definition 我們剛剛看到的範例都是class 其實它有很多 它的unit有很多 它可以針對method 可以針對field 針對你的constructor 那這些就是你匯錄的這些bycode裡面 所有的這些它定義出來的物件結構 所以我們要檢查method 所以我們就method 那我們不用過濾 看你們要不要過濾 我們就不要過濾 所有的class就要檢查 都不給超過三個 所以should 如果你要客製的話 你就用它第一個API 把你自己的condition 使作出來 這就是客製的方式 所以 把它new起來 new起來以後 你就intelize按一下 它就會捐出來 基本上它所有的API 都是長這樣子 因為我們今天是針對method 來檢查它 所以這個annotation就是java method 所以這個item就是method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描述說 我們到底在檢查什麼東西 這就是等一下它會印出來 你違反上面的這個error的log 所以它就會印說methods should 比如說我就是have parameters at most 3 假設我的訊息就是要這樣寫 所以我這邊就可以檢查說 我的item method裡面 這就是arc unit他們的物件 裡面有一個叫做parameters 所以當它的size超過三個的時候 我也不是報錯 我也不是return true or false 我就把我要告訴它錯誤在哪裡 丟到這個event 所以就是這個event add 一個我要的 我指定錯誤的這個event進去 那你要丟進去以後 你可以用一個叫做simple condition event 告訴它說我違反了一個錯誤 這個裡面第一個要放我違反的物件是什麼 跟我的訊息 所以我的物件就是這個item 那我的訊息 譬如說我的訊息就是 某一個東西有多少的 per 闡述 好 那format一下 譬如說item item裡面呢 在arc unit裡面呢 所有的item都有一個description 來描述這個item 那我的size 好 這樣就完成了 第一個這個畫味道的始作 我們來跑一下 好 那我們來故意做一個失敗的嘛 因為現在什麼裡面都沒有 沒事 所以 lawn parameters 所以 我們剛剛三個嘛 我就隨便放四個 b c d 就這樣子 再跑一次 好 這時候他就抓到了 好 那他會寫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上面的這一個 宣告的訊息 所以你這邊寫什麼 method should 這是他原本的 method should 後面這邊就是你寫的 好 所以你的訊息 你就可以想辦法寫得更完整一點 然後下面這邊 違反的 好 就放在下面這個地方 OK 好 所以你可以利用這個方式去客製化它 好 那我們就做到第一個bestmail 好 當我的method裡面的參數過多的時候 我就要被抓出來 好 第二個 我再舉一個例子 第二個 large class large 當你的一支程式太大的時候 那 可能也是一種味道 代表 是不是 你的這支程式負責的東西太多 他知道的東西太多 是不是要refactor了 這有很多解法 那你怎麼定義大 這個每個人的定義不一樣 像他有跟你說 比如說他有太多fields 有太多或是太多method 或是太多行數的時候 他就是大 好 那我們就隨便挑一個 比如說我們用fields來定義 好 所以當我們的fields 超過一定數量的時候 那這就是一個壞味道 好 所以 一樣 我們就放一個 所以這個叫做large class 好 所以 現在就是針對class去檢查了 然後剛剛是針對method去檢查 當我的 這個class 應該要 看不到 OK 好 我們應該要少於多少個fields嗎 好 好 contains less than 譬如說30個 欸你們 通常你們自己都抓幾個 OK 一般我們都 一般我自己都抓30個 有一個什麼 rule of 30的這個法 那個法則嗎 好 所以 當你的 這個class裡面呢 剛剛method裡面就有parameter 所以這個class裡面就有這個fields 可以用 好 那跟其實後面寫法都一樣 我們就用複製貼上的啦 我們就用複製貼上的啦 就比較快一點 節省時間 好 所以當這一個fields超過30個的時候 好 那我們可能就要報錯了 欸我這邊拼錯了 先不改了 快沒時間了 好 好 好 那 跑一下 這個我們就不測了 因為這個30個有點難 有點難去模擬 好 有興趣的回去抓到source code 可以自己去玩一玩 剛剛忘了改對 好 我們就把這個d幹掉 好 就讓它跑完 OK好 最後一個分享啦 我們加快一點速度 最後一個分享 這個也是我們常見的 long method 那 當你的一個method 超過太多行的時候 就是too many lines of code 太多行的時候 可能 可能就有問題了啦 那幾行 叫做多呢 假設我們也用30 一般30 差不多就是 比較舊一點的CRT的螢幕 一頁嘛 所以 也許就是這個 這個行數 大家一直用 超過30 我們就先試圍它是 化味道了 想辦法來算這個method 它可能就沒有這麼容易寫了 因為 它沒有一個直接的API 告訴你說 這個method有多少行數 不過我們自己有一些我們的算法 可以大概分享給大家 其實也不難懂 譬如說rule 譬如說這個是 a long method 所以 我們檢查標的還是method 所以should 一樣 我們要來克制它 所以 所以這要叫什麼 have should not have more than 30 lines code lines 假設這樣我們的訊息 那 對於method來講 我們回到這邊 假設我們這個30太多了 我們等一下隨便做 比如說 我就是一個c12 這就是一行 然後我就這樣複製幾行 我們這邊就好多行 我等一下就是 假設超過三個 就是lone了 那這個絕對超過 那怎麼來算這個東西 一般我們就會找第一個 跟最後一個 簡單一點 我們自己的算法 當然實務上沒有這麼簡單 我把它簡化了以後 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找第一個的任何的ss 跟最後一行ss 看它的行數 稍微減一下 那當然你不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實務上 你可能中間會有些空白啊 可能會有一些註解啊 你這樣一算 那個太容易違規了 所以你可能需要 如果你假設要這樣用 你回去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 調整適合你的 好 那 所以呢 第一行 它有一個source code location 你可以get一個line neighbor 你就可以拿到第一行 好 那最後一行是什麼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每一個呼叫 所以它這個method裡面呢 它有一個東西叫code from self 就是在自己裡面的一個 對外的呼叫 它return的是一個collection 它return的是一個set 裡面就是一堆java的呼叫 好 所以你就是找這些呼叫的行數 最大那一行就是了 好 所以 我跑一個stream 那 我們 它叫java 剛剛 剛剛這一個嘛 它這邊有寫 它是java code 所以你就是java code 的get line number 這個 這個number是integer 所以你就可以用map to integer 你就可以用它的reduce的方法 你可以直接找max 好 最大行數 如果都找不到呢 那就是第一行就好了 好 簡單一點算 好 那這就是最後一行 OK 所以當最後一行 減第一行 好 我們簡單一點 大於三行 我就要報錯了 好 我就說這個太長了 好 你不能用 好 所以 就把這一段 好 複製下來 好 一樣 這個item 放進來 好 這個改下我們的錯誤訊息 好 然後 幾行 幾行在這邊 好 這個是lines 好 所以 這邊放lines進去 OK 好 實際上來跑一下 他就會報錯了 他就會說 我要求超過 因為我的訊息還是寫30 但實際上你寫了12行 你這個違規了 好 那一般來講 這些東西是可以 是可以被抽出來的啦 他是可以被做一些UTO 如果你是屬於公司 比較寫共用的部分 那你是可以把這些東西 比如說像這個 抽個UTO出來 他就是 比如說 比如說 not more than 應該是 co lines not 好 這樣子 他就是可以一個被共用的一個method 所以這個3就可以被提出來 好 比如說這就是max lines 好 那你在各個場景就可以放進去 你一定要放30 放多少都可以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官方有出很多這種他們認為 常用的 那你可以從 你可以先去那邊找看看 好 這個shoot 裡面放的 我們剛剛一直在實作的就是這個嘛 arc condition 你把最後一個加s arc conditions 加s 好 你會發現這邊有一個官方的一個class 你就可以先點看看 他其實已經抽了一些 他認為 也許你會用到的 先去那邊找 因為有輪子的 不要自己寫 找不到 像這個算法 算行數的 真的找不到 你在自己寫 實作一個符合你自己的需求 OK 好 我們回到頭影片 剛好最後一頁 做一個recap 好 我們今天介紹了這個套件 它其實真的還蠻好用的 那我們告訴大家的一些起手式 就是從arc rure definition開始 你可以設定你的 that 你的predicate should 你的condition 你用這個模式 把它串接起來 然後我們給了幾個naming的rure 那些controller的rure 給了那些 DAO service rure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lars 怎麼檢查 你如果不用lars 如果你今天呢 是自己去寫rure 那會寫很多 如果你的專案用到的是 onion的 洋蔥的lars 那個architecture 那你可以去到官方找 因為洋蔥式的lars 檢查更複雜 它官方已經出了一個utl 你可以直接用 那官方有一些general的rure 那你可以去用這些generalrure 看看你是不是實用 那如果你套用到舊的專案 你可能會遇到這個freeze的功能 那最後 你可以去擴充它 你可以customize它 那我用三個costmail的案例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有的pdf跟這些source code 右邊的這一個 右邊的這頭影片 上面都有 那今天的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